欢迎大家收听 我当鸟人的那几年 第47集 胖子知道自己失态了 便不再说话了 跟张士飞一起等菜上桌 远处的崔先生坐在主席 跟王首立他们的领导坐在一起 张士飞确实挺佩服这分头的 于是不怯场 敬酒是来者不惧 别看只有20多岁 但是跟那几个老家伙谈的还真挺拢的 似乎那些个上层人士中 也有认识崔先生的吧 反正就挺吃得开 张士飞隔了好几桌都能听见崔先生 那不卑不亢 朗朗吹牛逼的声音 相比之下 张士飞在这桌可就有些郁闷了 这桌上小孩居多 算得上大人的 也就坐在胖子旁边的那个人了 那人吧长得有点逗 比胖子还胖 一下半截袖紧紧的抠在身上 如果说李兰英的外形 是套了个游泳圈的话 那么那个胖子的外形 简直就像是一个军用水壶啊 脑袋和身体的比例 也太过于调皮了吧 乍眼一看跟漫画似的 不过这样也好 起码也不用拘束 不一会上菜了 胖子都有吃的爱好 于是乎那两个胖子便风卷残云起来 同桌的那些小朋友都看呆了 他俩好像互相交劲似的 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谁都不服谁 冥冥之中 好像一定要分出到底谁最能吃 到底谁才是胖子中的霸主 张世飞叹了口气啊 就在这时呢 他旁边的空位上坐下了一个人 那人坐下后自言自语的说道 哎来晚了 张世飞打量过去 怎么丑 这人这么眼熟呢 好像在哪见过 只见这男子似乎二十多岁 也许来的挺急 衣服上都是汗 戴着个眼镜 一边用面纸擦汗 一边从桌子上拿起杯啤酒 咕咚咚的喝下去 见张世飞看着他 那人便笑着说道 怎么 我脸上有东西 张世飞摇了摇头 然后说道 我看你怎么像个人呢 废话 那人笑了 有意思吗 我不像人像什么 我靠 听完他这话 张世飞猛然的想起来了 这孙子不就是当初 在医院里揍的那个人吗 难怪这么眼熟 没错 当时天黑是没怎么看清长相 但是听到这句 有意思就绝对跑不了了 更讽刺的是 张世飞又想起来了 这孙子貌似还是个记者 之前在那什么都市传奇上看过他 当时就看他眼熟 只是一时间没记起来 他叫蔡 蔡 蔡什么的 忘了 原来是你呀 张世飞顿时有些鄙视 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 很明显 这个蔡什么已经把张世飞给忘了 他放下了酒杯 然后对着张世飞说道 怎么 咱们以前在哪见过 张世飞有些无奈的笑着说 我看你是脑袋又不疼了吧 啊 只见那蔡什么摸了摸脑袋 然后指着张世飞说道 你是在医院里被我骗的那个人 真是巧啊 这家伙见到张世飞似乎一点都不生气 只见他伸出左手 然后说道 之前在医院抱歉了 当时我太无聊了 所以就跟你开了个玩笑 见怪莫怪 这小子脾气还挺好 挨了顿揍还没抱怨 张世飞也伸出了左手 他心想着 这小子一定是左撇子 两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张世飞说道 你不恨我揍你 为啥要恨啊 那蔡什么耸了耸肩 然后说道 哎 有阴有谷 我自找的嘛 再说了 这种是不打不相识啊 嗯 行 看来这人可骄 张世飞心里想着 起码够坦白 他喜欢 于是乎 他俩便拉开了话题 别说 聊得还挺投机的 谈话间 张世飞问那人 哎对了 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你是记者对吧 叫菜什么来着 那人微微一笑 然后加了一块冬果放在嘴里 哎 蔡寒冬 你呢 张世飞自爆家门 然后两人又喝了几杯 酒席进入到后半段 张世飞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这个这个 蔡寒冬 除了青菜之外 什么都不吃 男人嘛 建立友情 不是在战场上 就是在酒桌 几杯酒之间 两人谈得十分投缘了 又年纪相仿 于是便都将对方当做了朋友 张世飞笑着 对蔡寒冬说道 哎 怎么不吃肉啊 蔡寒冬笑了笑 信仰问题 嘿嘿 你你信佛 张世飞说道 哎 就算是信佛也得吃肉啊 你看现在寺庙里的和尚 一张嘴 哪个牙缝里没有肉丝啊 蔡寒冬服了服眼镜 然后对张世飞说道 我不信佛 我只信命 所以不忍心吃他们 哎 啥意思啊 张世飞有些纳闷 只见了蔡寒冬用勺子 咬了一半勺松仁 咀嚼了几下以后 用纸巾擦了他嘴 然后便对着张世飞 轻描淡写的说道 你相信来世吗 不得不说呀 蔡寒冬这句话 可是直接 搂到了张世飞心孩里了 一句轻描淡写的 你相信来世吗 触及到了张世飞 最柔软的地方 曾几何时 他和徐盈 在那不知名的大山之中 是多么的快乐安逸啊 可就像是一场梦 梦醒时分 徐盈早已相消欲远 机缘巧合之间 自己遇到了他的转世 可是当自己 跟他谈起前世的时候 他却默然一笑 而从不理会 也许呀 这真的是老掉牙的 泡妞手段了吧 张世飞苦笑了一下 然后喝了一口啤酒 挺苦挺色的味道 喝到胃里呢 挺凉 他淡淡的 对蔡寒冬说道 这不是那些 毛都还没有掌权的 小姑娘们 才会一银到的东西吗 怎么你个大老爷们 也信这套 那蔡寒冬笑了一下 用手扶了扶眼镜 信仰不同罢了 我信前世今生 并非单方面倾向音乐 我在意的是更多 张世飞听他说话 还挺有意思 便来了兴趣 问道 那你说仔细点呗 说完 他从兜里掏出烟 然后递给了蔡寒冬一根 蔡寒冬谢过 点着了以后 抽了一口 似乎很舒畅的模样 他对张世飞说道 信前世今生 便要相信因果报应 说起来 你也许会笑话吧 你信报应吗 张世飞 你会有报应的 我靠 张世飞脸刷一下就变了 确实以前 他也不相信这玩意儿 心想要是有报应的话 他得惨到家去 可是经历了 盈州一行之后 他的想法却翻天覆地了 于是他慌忙又端起了酒杯 想凭借喝酒来掩饰自己内心深处 对这俩字的恐惧 他说道 信 他说完后 蔡寒冬便拿起了筷子 然后指着一个盘子里的三道林说道 你要相信 那咱就好解释了 你听个故事不 我给你讲一个 讲完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一旁正在胡诗海塞的李莱英 夹起了一大块肘子肉 咬的一嘴全是油啊 他见张士飞这边聊的正欢 便掌喝进来 边扎起嘴 边问道 说俩 老张 这你朋友啊 你不那谁吗 我在电视上见过你 蔡寒冬笑了笑 然后和李莱英握了握手 算是认识了 聊了几句以后 便继续讲出了他要讲的故事 这小子讲故事还挺生情并茂的 不愧是干记者的 张士飞想到 蔡寒冬跟他讲 在古时候吧 有一个出家人 就是和尚 下山化园 正好路过一家人结婚 他便进去了 走到院子里呢 他忘记了那酒席上摆设的鸡鸭鱼肉 叹了口气 竟自顾自的开始念起了那些鸡鱼的名字 不过可不是蔡名 而是人名 那家人挺奇怪呀 心想着你这和尚不是抽风吗 来着念叨什么呀 于是便上前询问 那和尚微微一笑 竟然还唱起来了 他唱道 莫道轮回苦 孙儿娶祖母 牛羊席上座 六亲郭内主 女时母之肉 自打腹皮骨 大喜大喜 大悲大悲 张士飞听听就有点迷惑 这啥意思 一旁的李兰英也很是疑虑啊 显然 他的理解能力还不如张士飞呢 他这虚胖子 这时依旧跟那旁边的真胖子比赛吃东西呢 大肉不停的往嘴里招呼 他支愣着耳朵听着 在座的那些小孩也觉得这蔡寒冬讲的挺有意思 也都瞪大眼睛等着他讲下去 那蔡寒冬笑了一下 然后对着张士飞说道 我怕打击你吃东西的雅兴 还是别讲了吧 张士飞心里想这什么人呢 把兴致勾起来就不讲了 真孙子 于是他忙说道 别太近呢 挖坑不田 那多没职业道德呀 那些小孩也开始催促 这记者哥哥讲下去 蔡寒冬见自己下不了台了 便说道 好吧 那我就跟你们讲讲 这是啥意思 说吧 他便继续讲道 原来呀 这和尚有点本事 五眼六通 发眼一睁 这家人便悲剧了 那和尚看得出来 这新娘乃是那新郎的祖母的转世 原来呀 在新郎刚一出生那会儿吧 他老爹便因为干坏事干的太多 挂了 他奶奶年纪大呢 也没成几天 混混沉沉的下到了那边了 见到阎王爷以后 便对阎王诉苦 说他孙子还多 他爹死了 他妈如果改嫁 他该怎么办呢 你放我回去养活他吧 阎王跟这老父说 你岁数这么大了 即使回去活不了几天呢 这样吧 你来是给他做媳妇 就这样 二十年过后 那小孩便成亲了 听这和尚的话 那新郎大吃一惊啊 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是那和尚又继续说道 你看那边少女吃猪蹄 殊不知 这猪蹄正是那女子死去的母亲 投胎成猪的蹄子 那边有个小伙图热闹 敲驴皮骨敲的正欢 殊不知 这驴皮骨正是他父亲脱生的皮所做 这还不算什么 啊 就是这新娘的前世 也就是那新郎奶奶 当时办喜事的时候 前来吃肉喝酒的那些人 现如今都变成了锅里的大鱼大肉 而当年他奶奶办喜事的时候 所杀的那些牛羊鱼肉啊 现在都轮回成了今天的客人 所以才说 大喜大悲 正是如此 哎呦我操 李胖子听到这 顿时面色铁青啊 他此时嘴里正好砍着一块大骨头呢 听到蔡寒冬说的这个恶心呢 搞得他上不上下不下 也不知道该继续吃 还是该吐出来 他的抵抗力还做好一些呢 毕竟曾经边看下水道美人鱼 边看沙丁鱼罐头的宣伤 但是同桌的那些小朋友就遭殃了 他们都张大了嘴一动不动 更有甚者 转头向卫生间的方向跑去了 估计是吐去了 结果弄得整张桌子上的气氛 都十分的尴尬 除了李莱英身旁 那个好像是水壶样的胖子 每个人都不想吃了 张氏飞心里这个后悔啊 这故事从蔡寒冬的嘴里说出来 是有鼻子有眼啊 搞得他胃里一阵不舒服 于是他便对那蔡寒冬说道 说不至于吧 你的意思是 这这桌子大肉 全是我们以前的亲切 那蔡寒冬有些不好意思 他连忙说道 不不不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抱歉啊 我又好心办坏事了 其实那也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主讲的是轮回 杀业就要消业 我这么说也许挺复杂的 总之还是少吃点荤性好 你觉得呢 他说完后望着张氏飞 张氏飞心里这个郁闷呢 他心想 还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放在半年之前的我身上 你现在早趴桌子底下去了 不过他说的也不无道理 记得之前在营州的时候 陈团的老灯 就跟两人讲过类似的东西 因果嘛 不就是你看我一刀 我还你一刀的事吗 没那么复杂 于是张氏飞喝了口酒 便对他说道 我闹没这么觉得 我觉得人生在世啊 还是该吃吃该喝喝 毕竟老想那些东西的话 连这辈子都活得不自在了 别说下辈子了 蔡寒冬笑了一下没说话 眼下饭是吃不消停了 整张桌子上 只有那水壶没受影响 依旧吃的是香甜的 但是别人不行啊 那些小朋友都快走光了 看来张氏飞他们只能喝酒了 李莱英拿过了几瓶啤酒 然后跟两人聊几天了 话题转变后 三人聊的还挺投机 直到半小时后 那个水壶才算吃完 一桌子的菜啊 百分之六十都进了他的肚子 此时他吃饱了 往椅子上一靠 也不擦那油腻的嘴 便打了个响亮的宝格 满脸幸福的模样 李莱英见这哥们有把痘啊 可能是因为都是胖子的缘故吧 新英雄是重英雄 于是他便地上了一根烟 也跟他砍了起来 那胖子笑呵呵的接过了烟 然后嗡声嗡气的说了声谢谢 胖子帮他点着了 他也抽了 但是张氏飞却发现 他根本不会抽烟 完全不得要领啊 但是话不能说破呀 说破了人家多没面啊 张氏飞他们便跟这胖子搭话 问他是哪的 是不是这王手立的亲戚 那胖子点了点头 然后对着三人说道 我是他三舅 张氏飞和李莱英顿时 脑袋后面全是黑线的 原来和他俩一样 这也是个蹭饭的 看着这胖子一脸的满足感 和呵呵傻笑 张氏飞心中感叹道 这啥事都啊 蹭饭都能蹭出优越感来 不过都是同道中人 也不讲究那些了 于是他们便聊了起来 那胖子似乎不怎么爱说话 一直笑呵呵的看着他们 直到崔先生走过来 看上去这分头没少喝 张氏飞心里想着 那走路都打荒了 那崔先生一身的酒气 拍了拍两人的肩膀 别聊了 该该撤了 张氏飞转头望着他 只见崔先生扫了一眼 那个水壶 一瞬间好像发现了什么 但是他很快 恢复到了之前的那副罪态 也没说什么 便示意两人走 聊得正起兴啊 但是他俩也知道该走了 于是张氏飞里来 央根的蔡寒冬 以及水壶道别后 便起身随着崔先生走出了酒店 王守力似乎喝多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啊 这第二春却是让他挺爽 见崔先生要走 便和妻子起身相送 崔先生笑着说了些场面话 其实酒席到了现在 走的人也都差不多了 张氏飞四下望了望 望见了王守力的小女儿 在那边的酒店 不远处的水泥台阶上坐着 身旁没人 看上去挺让人心酸的 于是他便对那王守力说 王哥 你女儿在那边没事吧 哪成想 今天的王守力很反常 也许是喝多了吧 他便摆了摆手 然后说 没事 我姑娘听话着呢 那谁 你帮我去看看 一旁他的亲戚便走了过去 将那王小元带了回来 这孩子还是一脸的木讷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他这表情张氏飞有些不敢看 于是他便转身 跟那崔先生走了 三人依旧不行 崔先生满身的酒气 走路都得李胖子搀扶着 在街角拐了个弯后 那崔先生说啥不走了 一屁股坐在了街边的石头牙子上 然后不由自主的 把自己的右手小指头放进了嘴里 看得两人一阵恶心的 要说崔先生 这右手小指倒挺有意思 小指的指甲是黑的 挺长挺锋利 据崔先生以前说吧 用这小指甲削苹果没问题 大概过了十分钟左右吧 那分头开口了 只见他对两人说道 坐你俩旁边的那个胖子 你俩发现点啥不一样没 李兰英见这分头 好像在说醉话 便没好气的说道 当然当然发现了 他跟我们不一样 是纯蹭犯的 屁 只见得崔先生骂了一句 再等他抬起头的时候 身上的酒气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而他的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 张世飞见这崔先生 似乎一瞬间清醒了过来 心中面有些纳闷啊 他心想这老小子 难道刚才都是装的 但看他的神情不像啊 李兰英倒是没想那么多 他见分头骂他 并撇了撇嘴 不是 你是不是喝多了 那哥们胃口比我还好呢 能有啥异常啊 崔先生看见李兰英这样子 就有些气不打一束来 他摇了摇头 然后小声的抱怨了一嘴 自己怎么遇到这么没心没肺的人 造孽也真是啊 而那张世飞呢 却觉得有些不对劲了 因为这崔先生虽然平常总是不着调 但是要是遇到事了 他讲出的话还是相当严谨的 于是他便问了崔先生 分头 到底你看出什么来了 跟我俩说说呗 那崔先生招呼两人坐下 在他旁边 然后呢 便对他俩说道 我怀疑 那个胖子是腰卵 什么 张世飞愣住了 腰卵 这似乎不可能啊 由于自己上班的时候 都会患上孔雀的身体 想想之前遇到的那几个腰卵 如果那胖子也是的话 那同样身为妖怪的张世飞 绝对不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而且看那个胖子除了贪吃之外 并没有别的动作 这不符合逻辑啊 于是他便对那崔先生说道 你怎么看出来的 他身上也没有妖气啊 那崔先生从兜里拿出烟 递给两人 我不是看出他是妖怪 只不过我是看出他不是人了 人生在世 都离不开自身的皮囊 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只要是人 身上就会有三盏灯 额头一盏 两个肩膀各一盏 或者也说成是三把虎 不过只有一些天生异能 或者大智慧之人才能看见 寻常人是无法发觉的 这三盏灯呢 是支撑人生命之火 灯火越旺盛 人的生命力就越顽强 同样火气越弱 人便会倒霉 会生病 甚至撞邪也不是不可能 这灯火依靠燃烧人的血泄而鸣啊 如果三盏灯全灭了的话 那这人也就红归天际了 游进灯窟之说 就由此而来 说的是这崔先生 因为某种原因 是能够模糊的 看到人额头上的火气的 刚才崔先生在酒店 叫他连走的时候 便发现了 那个水壶胖子的异常 那么这个水壶胖子 究竟有什么异常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额 额 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